今年的國慶大典上 總統蔡英文演說時 針對了兩岸情勢 拋出四個堅持 其中特別提到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被認為是把兩國論班上台面 總統國發言人張敦涵透露 國慶演講的初稿 是蔡總統親自曹擬 演講內容引發 中國國台辦強烈的抗議 陸委會也嚴重回應 強調台灣絕不接受 北京設定的兩岸路徑 坚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國慶演說 總統蔡英文拋出四個堅持 定調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這種兩國論的論述 是當初前總統李登輝時期 時任國安會自委的蔡總統 所提出的 兩岸本來就是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但是蔡總統把兩岸變成兩國 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兩國論 那我們很擔心蔡總統一直強調的 不冒進 不挑釁這個原則 已經破滅了 時隔多年兩國論重新浮上檯面 出現在國慶演說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透露 今年的演說內容是蔡總統執政五年多的 心路歷程 演說出稿是總統親自醜拟 沒有競選連任的壓力 這是總統想對人民說的內心話 而正是這段話讓中國國台辦氣得跳腳 痛劈鼓吹台獨煽動對立 還說台灣的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民決定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110年來始終屹立不搖 兩岸沒有任何重屬關係 這是事實 如果你自己有一間房子 有人要求你跟隔壁大樓70戶住戶 共同決定 你會不會說他頭殼壞去了 國台辦這樣的主張 我想台灣人民是不會接受的 陸委會嚴正駁斥國台辦的聲明 本就敏感的兩岸議題 近來適逢中國十一國慶 和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兩岸領導人針對國家主權 再度隔空 激烈論戰 記者林靜靜 夭越大台北報導